中共喉舌近期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宪政 并为中共一党专制打气 声称要坚定制度自信 中国社科院甚至专门为此出台了一份问卷调查报告 与当局的说法相呼应 但是在外界看来 这些举措反而凸显了中共 在危机重重之下自信全无 自暴愚蠢和丑陋 请看下报道 8月9号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署名文章 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 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政治国 在文章中以经济发展为由 为中共一党专制进行辩护 声称目前出现的社会问题不能归咎于现行制度 实际上就是一个败家子把家里主动留到家产 跟子孙的这个田地全部给卖了 同样18月9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公布了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 中国公民政治文化问卷的调查结果 报告宣称 在十个省的6159名被调查者中 有近七成对中共核现行政策表示认同 四科院本来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喉舌 那么在官方现在在反宪政 提倡对现有的专制三资性的这个背景下 指令他们做些相应的虚假的调查 那是很自然的 大陆专栏政论作家朱建国分析指出 现在的调查普遍采用百分治 五分治早已被取消 因为百分治更精确 但这个调查问卷仍然采用五分治 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当局的心虚与不自信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 中共出台这样的调查问卷 为了达到宣传部门需要的结果 被调查者往往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不可能去找底层老百姓 访民或者是被迫害的人来接受调查 去年2012年11月 中共在18大政治报告中号称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这一说法被外界称为所谓的三自信 随后 中共喉舌不断大造舆论 对民主宪政等理念进行抨击 并明确表白 中国梦就是保持中共一党专制基础上的中国梦 最近 大陆多地更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梦系列广告 社会主义好 共产党好 等路股宣传标语 金线接头 民众吐槽说 这让人感觉又回到了文革时期 现在的党内的高层以及党内的这个生传考的理论考的这些人 他现在呢是处于这种欺人自欺 自欺欺人的这种状态 是处于一种迷分的这种状态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向新唐人表示 中国目前的舆论宣传是一种失去魂魄的状态 到底相信什么 当局自己都搞不清楚 陈永苗还强调 中国社科院本身就是中共的一个机构 不可能进行客观的调查 所有以社科院名义公布的所谓调查结果 大多数都是假的 作弊的